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邀请你来中国首场巅峰对决了 因为我在巅峰戴了太久 没有什么事 对吧 真实的想法 我真实想法 你们总不应该是 迷恋我的颜值吧 对吧 那肯定还是因为说的还行呗 在我们现在这个你已知的名单当中 你觉得谁不该出现在这里 狗哥不该出现 人家是导师 以前是制作人 是坐那儿的 你让人家来给我们比赛 狗哥也是想得开 我觉得也是玩得起 你怎么看那些就是 男团女团Ratter 怎么看长得好看的都看来看了 长得不好看的都不看了 对吧 男团女团Ratter 要是有女团好看的 我也愿意看一看 看人家唱一张跳跳 还是挺努力的 男团也一样 人家说的好 那给他鼓掌 说的不行 那你愿意想他找我交流 我愿意教你 我这个人乐善好施 有什么你特别看不惯的是 现在就是黑派圈的 就我特讨厌你 这词叫哈圈 这东西就跟中国人 这么长时间来 你怕被人干上了 那个章子 这章子写的那几个 让你特别难受的字 一样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你也知道我们有一个 演出的项目 叫大手拉下手 我每年在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小孩的 那些小孩 长大了知道我 这是哈圈的 然后那孩子怎么想 那些孩子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为啥一弄哈圈 滚圈 呼拉圈有没有啊 你是不喜欢这种 被贴标签的人吗 我特讨厌的人贴标签 因为这种会让人丧失独立思考 我不用思考 我不用迅速地对一个东西 有一个概念 这种拿来主意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可笑 题外话 昨天有学生跟我说 做梦梦见你 真的假的 谁 男的女的 我最为是 我在家里施灭 我最为是 我的 我最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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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在家里 我最为是 就